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全日總結》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 郭師志 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來到《全日總結》 當然跟你先跟進一下A股今天的收市表現 三大指數就特別發展 看到常政升4點收市 仍然在3,100以下 最高一度上過3,096點 即是說今天還未碰到3,100這個關口 收報在3,095點 深淨城指升12點報10,851點 互深300指數跌1點報3,339點 創業板指升11點報2,223點 見到昨天A股一度上過3,100 但見到最新來計 今日立即算公佈進出口的數字 A股依然比較冷靜 其實最近都有一些利好的消息 好像中保監方面 其實都說過 就是萬能險方面 6,000億元的資金撤離消息 就已經解了畫 接下來公佈一些經濟數據 最新來說又不太差 但為什麼A股方面 依然表現比較冷靜 等待什麼利好的消息才能再衝上去呢 升了很多 我不覺得等什麼利好的因素 如果你看港股和A股是兩個版本 大家要明白就是 人民幣的匯率仍然有貶值的勢頭 試想一下 你拿著港元 你要北上去買A股 或者投資A股 第一個要冒的風險就是人民幣貶值的風險 你會不會做呢 你一定是想清楚 因為你會對風險可大可小 雖然不覺得它會跌很多 但它要回軟 就是它的勢頭要回軟 我講的是應該是十年前的事 當時港元對人民幣是一換1.06 大家記得嗎 十幾年前的事 但現在是一換0.85 人民幣在期間是升了二十幾個巴仙 如果你說要回軟 那不會跌二十幾個巴仙 但按年2個巴仙 2個巴仙的跌 絕對不好受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北上的資金第一個承擔 就是人民幣的風險 第二 就是政策 因為內地的股市 沒錯 已經走出了最懷的一刻 但由於經濟是持平的 是整固的 所以暫時來說 又不會有太亮麗的走勢 比我看到 不過遠看一點 應該都是上的 不過不會像去年 突然衝高地上發 況且去完一輪的槓崗之後 我相信資金就是態度 不會那麼快轉容 令到整個A股是會好 但好得來是慢的 而且勢頭也不會太明顯 對一些中長線持有的 當然是沒有問題 有足夠的耐性便可以 但你知道 投資者很多 希望今天買明天會升 今天買完下個星期 都是那個價錢的 買買下就沒有心機了 所以變成了 交投相對比較薄弱 如果你看看 只買戶心都以千億成交 這樣算 更少?當然 香港見慣幾百億 突然上千億當然多 不過內地過往次熱的時間 是降了萬多兩萬億 所以對A股看法 我仍然維持是中期看好 但短期來說 有波幅沒有勝負 有反彈沒有大勝 短期來說 持續部長的可能性不算太大 主要都是震盪向上 這個主調 這個時候去到 留意A股ETF 是時候分開入住 是否有好的選擇 沒甚麼問題 如果你說真的有中線的心態 不要緊 因為如果選A股來買 到底買戶市還是深圳市 戶市大概14倍市盈率 深圳是40倍市盈率 我想你不會選深圳 至少買戶市 最低是大大隻隻 不過這樣 由於市況可能會整會 一段比較中期的時間 變成你一定有持平的心態 我當你不介意人民幣貶值 亦不介意拿手貨擺放少少 那你一定要看看 到底哪一類股份 在未來的事會比較吃香 說明沒有政策下放 不需要想 內需和固定投資這兩個板塊 我想暫時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苗頭 抽來抽去 剩下來都是金融的板塊 或者一兩隻比較大型的內房股 可以進取少少去買的股份 板塊不是太多 如果抱著一個投機的心態 無所謂 中線部署的第一千萬不要急 第二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正確 我認為 首先買那些派息比較穩定 因為A股不流行派息 如果我們拿著股份 又股價又不升 但最有空又要股息派 你起碼有條數位 如果拿著股份是投機性的 它又不升 不單止還要跌 還要沒有息派 老實說 你買下去 一旦勢頭逆轉 吃虧就是自己的了 我不覺得會有太亮麗的走勢 最低在過去比較響響的板塊 例如水泥股 鋼材股 或者其他資源的板塊 包括環保相關的板塊 曾經一段時間熱得很厲害 還有內房 但現在這分鐘 全部都見不到太亮麗的走勢 所以中線部署買相關的ETF 沒有問題 但千萬不要犯本 還有不要想著 今天買明天有錢賺就可以了 好 講完A股方面的情況 又轉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剛才郭Sir說到 北上的資金會是怎樣 其實最近來說市場焦點 反而是在留意北水南下 究竟流去甚麼的板塊 發現不少中資股 尤其是H股方面的勢頭似乎不錯 恆子高位 看到升浪依然持續 但在H股方面 會否接下來更加走得好 接下來的升勢會否更加跑洋恆子 郭Sir看到國企方面 上升到1萬點 升到39點 接下來國企指數 會否乘著北水南下 進入中資股的情況 會更加看好 其實是對的 因為第一是 H股有差價 其實有些倒掛 包括內銀有些未必會低過A股很多 但仍然有不少 中港兩地掛牌的股份 A股是比H股貴很多 我舉個例子 例如好像995 這隻是安慰碗通公路股 香港現在多少錢 香港現在這分鐘是6.8元 其實我推介的時候 仍然是5.5元 5.6元 但內地那些十多元人民幣 那情況就差得很遠 但內銀有些是差不多 就算我計算人民幣匯率的因素 都差不多是拍平 所以現在H股炒的差價 只能夠說一些A股相對比較高 H股也相對比較低 作一個投機性的炒賣 但這一陣風氣很快就完 因為到底你是以A股的價合理 還是港股的H股合理 我不覺得應該用A股的價合理 因為它說四、五十倍、五、六十倍市盈率 如果五、六十倍市盈率的股份 你不怕的 你也不如買騰訊 所以香港大部分有一個差價的H股 未必跟得上A股太多 不過始終是有炒作的因由在 你不炒我不炒 內地的資金會下來炒一轉 就是那一轉就夠了 所以現在這分鐘 先行做個部署 買定點在這裡 搜一下門口 買定點不是躺身 先說明先搜一下門口 到時有一個炒風出來的 搭個順風車問題不大 如果到車真的開了 炒的時間 你要上車的就要早上 你千萬不要去到很熱 全世界都說這隻有了那隻有了 你才撲下去 多數撞板多數輸 所以要買的時間 就是現在這分鐘做功課 好 看看國企指數 今天暫時做得最好的股份 就是中國信達1359都升了4% 還有最差反而是一些依見的股份 10000跌了1.5% 今天收報是8.64 看看藍銹股 今天最好的反而是豪島股 銀魚升上6% 最新報是28.9% 至於做得比較差的股份 依然是隻中海外 今天傳入得比較有些沽額 跌了1%收市 最新報是26.75 行指方面 今天升回154點 最新報23896點 國企指數報在109點 升39點 大市成交今天暫時有744億多 郭Sir謝謝你詳盡的分析 和你做新報 提及過的指數相關資產 或者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正式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換來有國語的節目 好嗎 ôn 我的心意 你可以看到那個 我可以選擇